轮换意识 危机意识非常强烈 这些大臣都这样想 其中有位大臣叫申不畏 这个申是申请的申 不畏奸写的不畏 这个名字也挺道 就是他不畏死亡 不畏奸写 他就充当了第一个 要去觐见楚亡的人 那么申不畏去觐见楚亡的时候 他也很机敏 很幽默 他不是直截了当去指责 你这样下去会完蛋完蛋 你的国家会垮掉 这个楚亡会完蛋 他没有这样去做 他这样去做 他也知道百分之百 没有效果不说 他自己要搭上他一家的人的性命 因此他苦思冥想 想了一个 这个故事去对楚亡王讲 进到宫殿里边 楚亡王是 左拥正姬右拥菜礼 激要不幸地在那里死 躺在那个地方 那是非常的不公 就接见这个孙伯伟 他问孙伯伟 你来是来参加饮酒呢 还是来看跳歌舞 要么你是有什么华家 你就直说好了 那个孙伯伟说 没没没没 我都不是都不是 不是这个这个言语 我是碰到了一件怪事 想来请教一下大王 这个楚状而说 什么怪事 说来寡人听听 那个孙伯伟说 我在那个西山的山头上 见到一种怪鸟 这个鸟站在高高的枝头 它怪得很 它就是三连不明 三连也不分 就呆呆站 站在那个地方做个呆鸟 你说这个呆鸟有什么用 我也搞很浪漫 那个鸟为什么不分不明 大王我真的搞不清 你给我解释一下 那个专王一听呢 就知道它的用意了 心里边就暗自发笑 知道它是绕着弯子来说自己 那么专王也 就是揣着明白专服徒说 这个很简单 这个鸟呢 你看它现在不飞 三连不飞 它一飞冲天 三连不明 它就会一鸣惊人 这个就是成一鸣惊人的 来说 孙伯仪听这个话 大致知道了专王的所思所想 或者说它的志向 于是否默默地含笑就退出 再没有多余的一级欠稿的话 知道这个专王在处心纪律的下 专专着整个国家的这个发展和治理 它也不会专王大用之走啊 后来来了一个大臣 这个大臣呢 就比这个声部位的就相对来说 就值得一些 但是也是讲故事 但是这个故事呢 就有一些 带有一些 等于说是 实际上是嘲讽 逢次的意味 跟楚专王说 这个大王 这个国家这样子下去 就像一块田地 没有人气根椅 荒芜在那里 它不长代草 它还能长什么呢 这个楚专王 听了它的一发明论 就跟这个大臣说 行 你不要担心 我从此听你的谦告 我请 从此停止我的这些娱乐活动 我来处理正事 我处理给你看 这一来 专王从那天开始 就斗结了这些酒色的诱惑 然后卖出宫殿 走向大殿 开始打理朝政 然后率信念军队 把这个国家治理的 非常强大 当时来说是 数一数二的 在中国当中很强大 那么就率理 他的祖兰之师 这些征伐的兵 东征西唐 为这个楚国的开疆破土 做出了很大很大的 这个扩大了 扩张了很大的一片土地 那么楚庄瓦在不断的 蒸发当中 不断的这个 转大的过程当中呢 自然就 深发出一种想逐鹿中年去跟中年的那些各诸侯国一教高相 然后自己想做盟主 想做霸主的那种 那种愿望 那种志向 那么他就开始约会那些诸侯 跟诸侯约地方嘛 就是大家来会蒙 推出共同的霸主 这样子 这样子来拓展他的霸悦 就在这个他约会各路诸侯的时候 有一次的约会当中就有一个很小的小国 这个国家呢叫陈国 他既然不来 这个陈国呢就在他国家旁边 而且国土面积比较小 既然陈国的国籍没来 然后楚专丸弄不懂了 这个陈国不是一直很听话的吗 怎么会这次约会没来 就叫他手下的大臣 你们去打探一下 看看他国内是什么情况 怎么会 他会窃席这次诸侯大会 然后大臣到了陈国 去一看回来 打探一看回来 去跟楚专丸讲了一个非常离奇的故事 说大王陈国果真是处死 像你大王意料的一样 陈国国经被他的臣相杀死掉 专丸一听打探一惊 说什么事 你讲来寡人听听 然后呢这个大臣呢就把陈国国 陈侯的这个事情呢 我讲给这个专丸听 这个事情开头 由头到来是这样子 陈国的一个大臣叫夏淑澳 夏淑澳呢 这个大臣呢 聘了一个郑国的这个宗室之礼 做他媳妇 做他的妻子 那么这个郑国之礼 郑风喜盈 大家可能历史上都听过这个说法 郑风善盈 就是他们郑国的这个社会风气呢 是比较淫朗 那么这个郑国的 聘的这个郑国的郑礼呢 恰恰是一个天下最大最大的一个启发 就是当时的整个春秋时期 非常出名的一个 这个叫淫礼 这个郑国这个宗室之礼呢 没嫁过来的时候 当然是叫郑姬 就叫他郑姬 郑姬在十五岁的时候 就梦到了神人跟他交配 而且交汇了他 什么等于就是采善之法 意思就是采阳补阴 能够滋润自己青春的那种 在兰尼之事上面 越做越年轻 就是这个意思 采善之法 然后呢那个仙人跟他交配之后呢 学习得了这个采善之法 从此他是由少到老 一直都是保持一个非常年轻 非常冒昧 谁见的都会骨头输掉的那种感觉 谁见的都老式的男人 都会动歪脸头的那种感觉 就是这么一个人 那么这个夏艺术呢 就请了这个媳妇 可能是熬不过这个夏季 没过多久呢 这个夏艺术呢 就死掉了 就死掉了 那么他嫁过来啊 叫随着夫姓嘛 就叫夏季 那么就历史上有名的夏季 那么这个夏季呢 丈夫死了以后呢 他等于说是就不甘寂寞 而且他在没嫁过来之前 他跟他的亲生的秀 哥哥的子满呢 就有过通奸行为 等他丈夫一死了 他就很耐不住寂寞 就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男人上了他的船 然后夏季呢 有个儿子 这个儿子呢 已经长到这个十七八岁 已经差不多成年了 那么夏季呢 为了自己跟男的各种 他的情人的优惠 提供方便 他把儿子的送到宫里边去做侍卫 就是做这个侍卫 他自己呢 就搬到自己一个乡下的一个专员 我们现在叫别墅 就是他因为他的丈夫 是成国的这个大夫 是有封地的 每一个大夫都有封地 就回到他封地地上 在他的砖研里边生活 这个砖研里边就为他提 为他跟各种男人优惠提供方便 那么他就 他这个砖研的名字叫 朱灵 那么他就回到朱灵的这个别墅里边去住 生活 儿子呢就在皇宫里边冲坐四围 那么这个成国呢 另外有两个大夫 这两个大夫呢 一个叫孔灵 一个叫易行妇 这个孔灵和易行妇呢 两个也是比较好色的 平常呢 那个夏义俗活着的时候呢 大家是同僚嘛 关系也挺好 那经常也到朱灵去游乐 到这个夏义俗的这个别墅里边去玩 就见过这个夏基 然后一旦这个夏义俗死了以后呢 这个孔灵和易行妇呢 就打散了这个夏基的主意 就像就像怎么跟这个发展跟夏这个夏基呢 也友善那么一同 那么最先行动的就是孔灵 这个孔灵呢 知道这个夏基有个礼拥 或者是说丫鬟 这个丫鬟呢 也是长得有几分姿色 并起得非常的乖巧伶俐 他就首先用些小恩小贵 送点小礼物 拉拢这个丫鬟 跟丫鬟首先就搞散 搞散以后呢 就要求这个丫鬟 这个引荐他的竹 那么这个丫鬟呢 就通过各种手段呢 就跟他这个夏基 就通款两个就打散线了 那么于是孔灵呢 就顺利地进到了这个夏基的卧室 就跟夏基有了 有了那么一层关系 那么完事以后呢 这个孔灵还非常搞笑 就把这个夏基的内裤呢 就偷了一条就跑出来的 他偷这个内裤呢 实际上是要拿到朝上去 跟其他的同僚去夸耀 去炫耀 你看我跟夏基都 人家送我这个内裤都送我了 这样子就把夏基的内裤 偷一条跑掉 跑掉以后呢 他不是跟那个义行夫两个是 虽然同僚跟同僚之间有亲属 他跟这个义行夫呢 说两个呢 就玩得比较好 因为两个是叫气味相讨 就在朝上上朝以后呢 就偷偷把那个 这个内裤拿出来 你看你看这个神啊 我都删了 我都删了 疫情会 哇 啊 着急了 那么我还没行动呢 你怎么就截足先登 你就来了 心里面就非常的 非常的这个着急 不高兴 就有点嫉妒 然后立马就开始行动 马上又去找到那个 夏基那个亚伙 那个亚伙叫霍华 就找霍华 也通过霍华的路子的就 得到的这个夏季的春节 好 感谢各位 我们下期再见